十股龍捲風襲尾遇百雙亡,災民似落地獄 即是在星期三晚,美國德州中部 就已經有至少十股龍捲風吹襲 部分長過一公里,有三個還降落地面 造成廣泛破壞 至少有六人死亡,一百人受傷,七人失蹤 跟百間房屋損毀,大批居民緊急疏散 重災區胡德縣,吉蘭百里市,一帶滿綠瘡儀 有傷者危殆,有人要截肢補命 警務人員在雅力受殺生患者 美國國家氣盡局向德州招過三十個縣 發出龍捲風警告,直至昨天早上為止